梁樂妍連斯亞今天參加直播節目 要和大家分享冷知識 梁樂妍說為了這個節目 都上網查了不少冷知識 還說會教男朋友洪永成 看到他們的搬屋進步 好像都受到疫情影響拖慢了 不過就不減他對同居生活的期待 反而我覺得 沒有那麼多爭執 可能真的有什麼 直接可以面對面跟他說 不像以前那樣 經常用電話跟他說 反而用電話的溝通很有問題 面對面去相處去溝通 反而我們少了這個磨擦 都擔心相見好同住欄 但我覺得始終是要面對的 可能真的要去 讓大家接受一下 大家一些好的東西或者不好的東西 我覺得兩個都一定要知道 你們都很期待 如果不居心 期待 都期待的 我期待的可能 要不就很開心 要不就很激氣 那我就不知期待哪些好 當然希望開心 好一點 就算是激氣的話 我們都要溝通 至於連絲瓦 最近就在家裡練廚藝 不知道是否想擺脫地獄廚神的稱號 廚藝暫時最沒有信心 暫時 但是都 都 不要說真的好想苦練 不過是真心自己對這方面是很有興趣 也都 其實我很餵吃 我也很喜歡吃東西 那 我有時都會很想知道 其實這東西這麼好吃 為什麼有這麼好吃呢 究竟怎樣 可以做到它一樣這麼好吃呢 那我也很想去試 那就會在家裡 趁這個時間 多點時間就可以在家裡試一下做 但是會做給誰吃 做給家人吃 做給家人吃 對 但是男朋友就沒邊去試一下 暫時 只是做給家人吃 哈哈